像盧冠良或是简浩來支援 因為今天Walko不在 所以說側翼的進攻能量 阿良必須要跳出來分擔 然後錢肯尼又是比較主防守的類型 對 辛特利 這一波完全擠不進去 不過兩個人 哇 兩個人幾乎要吵起來了 這邊不是在海產店啊 這邊沒有超假組啊 可能是手部的接觸啦 當然讓辛特利比較不滿意啊 對 可是裁判第一時間是有享受的 其實如果了解錢肯尼的話 主力得分點一貫的防守的方式 他並沒有針對誰啊 我覺得主要是兩個人 都不想要在氣勢上輸給對方啊 哇 所以糾纏在一起啊 對 所以辛特利後續去推的這個動作 就比較沒有必要一點 不過這個火氣一上來 就很難控制了 對 我們華人講究的是一個和平啊 對 特利有犯規麻煩 這個時候再賠上一次犯規的話 就比較不必要 對 主要是想要透過這個電視輔助判決 看有沒有要追加的犯規 因為前面 是先吹了錢肯尼的 個人犯規啊 圍板運動精神的犯規 哇 這樣子